疫情期间,中美之间的航班异常缺乏,导致回中国的机票非常昂贵 有时候航空公司的预售机票也不能完成航线 导致很多留学生回家之路充满了艰难曲折 有的人退票改签了三四次 有的人被阻拦在美国的机场 有的人甚至被卡在中转机场 前几天有一则消息引起了国人的注意 有21名中国留学生滞留在瑞士苏黎市机场 当时他们是被新加坡民航局拒绝中转新加坡张仪机场 因为瑞士航空并没有取得新加坡民航局的许可在新加坡中转 当时有21名中国留学生从美国各地赶往纽约肯尼迪机场 乘坐瑞士航空的班机 本来将在38小时以后到达中国厦门 期间中转两次 但是他们在瑞士苏黎市即将登上前往新加坡的班机时 被新加坡民航局的通告拦了下来 之后这21名学生就滞留在机场 好在中国驻瑞士使领馆人员及时赶到 给他们带来了一些生活物资 并且安排他们临时住宿 这21名中国留学生住了一晚之后 早上7点使领馆通知退房 他们又赶到机场寻找下一步解决方案 当晚他们都没有睡好 很多房间没有空调 但是好在吃到了久违的中国方便面 大使告诉他们有一架飞往中国的直达货级 但是他们没有办法乘坐 之后这些留学生自行前往机场 怀着最后一次希望来到登机口 却意外发现 这个所谓的货机正在搭载一些空姐和机务人员上飞机 后来他们询问了瑞士航空 确认这架波音777飞机是客运飞机 可以载350人 他们直接联系到机场 询问是否可以搭载他们回北京 瑞士航空的机长表示同情 并愿意免费搭载他们回去 但他们要得到中方的允许 他们在向中国民航局申请后 得到了拒绝的答复 机长把答复文本的复印件给留学生们看 留学生联系了瑞士使领馆的李主任 询问他能否上这趟飞机直达北京 李主任没有接听电话 但是在微信群里叫他们等一会儿 之后没有答复 过了一小时 飞机飞走了 使馆人员赶到 向留学生解释 这架飞机是外交班机 不能搭载他们 下午4点50分左右 瑞士的机场警察 突然告知留学生和使领馆人员 这些学生必须返回出发地 也就是美国纽约 不能再滞留苏黎市 但是有部分留学生表示 自己的I-20已经在出境美国后失效 无法再进入美国 而且在6月16号以后 美国就没有返回中国的客机了 这是美国交通部6月3号发的一则通告 中断了中国航空公司前往美国的班机 第三是因为疫情期间 所有非美国公民无法入境 他们就算回到纽约 也会被滞留在机场 瑞士航空则说 如果他们不搭载原班飞机返回美国 可能会被瑞士警方控制 并在第二天戴上手铐被押送美国 他们的护照也会被没收 他们也会被列入瑞士的黑名单 而且回美国的班机就不再免费 会收取高昂的费用 所有留学生都觉得不可理喻 言辞拒绝 学生们不断要求 需要一个进入美国的书面许可 但瑞士方面只给予了口头保证 最终在警察的胁迫下 有11个持有效学生签证的中国留学生 上了飞机返回美国 其他的人则继续滞留在瑞士机场 在返回美国的飞机上 这些留学生与空姐交谈才得知 瑞士航空仍然在跟美国联系 当时飞机正飞在大西洋上空 一万米的高空 他们才知道被瑞士方面欺骗了 根本就没有所谓的特殊入境协议 好在落地之后 美国方面准许这些学生入境 最新的消息是 这些留学生集体自掏腰包 租住在纽约纽瓦克机场附近的一个旅馆 并联系了中国驻纽约使领馆 以等待下一步消息 由于美国交通部昨天的断航通知 中国民航局星期四宣布调整国际航班 允许不在目前五个一运营名单上的外国航空公司 也都可以加入进来 但是民航局还是设立了一个奖励及熔断机制 即如果外航运送的富华旅客 入境核酸检测呈阳性连续三周为零 可以从每周一个航班增为两个航班 反之如果呈阳性达到五人 则该公司被停飞一周 达到十人将被停飞四周 但有人表示质疑 这个一来仍然违反了中美航空协议 第二是把防疫的责任完全推到外国航司的头上 也有失功允 中国留学生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懂得自我防护的群体 可能没有质疑 很多人全副武装 不吃不喝全程三十多个小时回国 回去后就集体隔离 应该说风险很低 中国国内疫情已经过去 应该有余力处理这些回国滑桥 再说公民回国天经地义 是一个政府应尽的责任 美欧、日韩甚至印度都在第一时间包机撤侨 各国在疫情期间也一直不禁止本国公民回国 跟中国一样的社会主义国家越南 虽然不是全面撤侨 但是它从疫情最严重的地方撤回了几百人 在俄罗斯、美国或者其他国家的华人华侨 不但回国的机票一票难求 而且价格往往是外国航司的十倍以上 这些都值得中国民航当局考虑 有关市民仍然滞留在瑞士的留学生的最新消息 我们将随时保持关注